在我们东北农村呢,有很多种取暖方式 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东北的大火炕 这个地炕啊,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不一样的取暖方式 走,继续改造我的小院去 今天的任务就是它,火墙 这个火墙的年代比较久远 以前炉子的位置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只能多扒几个窟窿,确定一下炉子的位置 顺便把火墙里面的灰清理一下 这样才更好烧 我这碗是干大干火 你这碗是那个这儿 这个它透过去弄 这个是那个豆腐 下洞 它是什么 咬这么鲜 这里边都是这种康洞灰 黑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炕弄灰可是一种非常好的肥料 种菜比化肥要好很多 收起来留着备用 烫好灰确定好位置开始搭建 搭个柴火炉直接烧木头和玉米棒就可以 所以没有放炉毙子 搭好之后抹上黄泥密封 搭好之后抹上黄泥密封 加点木柴把火点燃看看效果怎么样 OK没问题墨烟了 火墙可以正常工作 不错不错 还挺好烧 既然火已经点起来了就不能浪费 直接炒两个小菜吧 我老公挺长时间没有下厨了 他还手一丢没丢 虽然条件简陋了点 但是菜做的还真挺香 这个火墙烧完了香蛮热乎 有一点烫熟 冬天把这屋放个床 那我放个炕 香脆床脆床 香脆床脆床 小火墙烧了香蛮热乎 你知道东北农村霍尼用的羊 就是什么东西吗 说羊就大家可能听不懂 但说烂稻草 大家就明白了吧 把烂稻草用炸刀切成长短不一的小段 之后拌到粘土里 防止墙体裂缝 提高墙体的抗弯抗减能力 以前的老一辈人都管这种炸完的稻草 叫羊就 现在这种称呼几乎听不见了 以前随处可见的炸刀也看不见了 只能手动剁了 把黄粘土拌好石灰和稻草搅拌均匀 先把烟从外面密封一层 这样烧火的时候就不会跑烟了 之后再把砌好的尖壁墙抹一层 好方便我们的下一步改造 最近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么老的房子保暖吗 能住吗 别看房子老 但是保暖效果还是不错的 土坯房在保温保湿功能方面 比砖混建筑的房屋效果更好 如果天气干燥 空气湿度太低 墙体可以蒸发出部分水分 以提高空气湿度 如果到了雨季湿度太大 墙体则能吸收部分水气 以降低室内的湿度 当然土坯房也是有缺点的 就是隔两年就得重新磨泥翻修 毕竟是土嘛 两面墙磨好以后开始磨灶台 灶台用的是水泥沙浆 这里用土的话 做饭烧水是扛不住蒸汽的 所以这个位置变成了水泥沙浆 梦好灶台再把抗炎安上 画出位置 把墙砸一个口 方便抗炎的固定 水泥沙浆 对好孔味 安好抗炎 开始墨抗面 东北的抗面一般都是黄粘土 加稻草还有河沙 现在也有卖现成的抗面泥 但是价格贵一些 用黄粘土的好处就是造价低 如果出现不好烧的情况 发抗方便 我们的冬果 剩下得是交给稻松坑 开始我们得烧 烧完后上上下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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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过去 今天这个照顾的骨 怎么能挂了 这些小骨 这些小骨 烧得干了 以前讲时候在乌鱼巴上面的时候 这个鱼巴上帮它烧的都是这么多鱼 只要搬一下包子就会给它烧 看这个鱼巴 收力多大 一点点的鱼巴 这个温雪都已经烧干了 点慢慢烧了 整个看看干呢还得点两天啊 东北的土地都是黑土地吗 种地都是机械化吗 邻居春耕开梨了 我们这边梨地采用的还是马拉的梨着 很多小伙伴问为什么不用机械化 大家看看我身后这边地应该就明白了 我们这边的地和黑龙江北大方那边的地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们那边都是比较肥沃的黑土地 而我们这边就是大家所见的这种黄土地 不是所有东三省的地都是肥沃的黑土地 就像我们这边 而且我们这边这个地啊 遍布这种大石头远处更多 所以说机械是上不来的 再有一点邻居的地没有比较平坦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有坡度的 斗的地方呢就像台积也一样 一直斜的下来 所以说机械是上不来的 去年秋收的时候啊 我说过一句话 面朝黄土背朝天 黄黄的大地也望不到边 就有小伙伴反问我说 说你们东北不都是黑土地吗 怎么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看这回就明白为什么是面朝黄土了吧 我们这边的种对方式啊 和别的地方也不一样 我们这边属于扣坝种 因为地理环境特殊的原因呢 我们这边是灭不了榨子 看都是这种大石头 所以说我们就保留这个榨根了 这个是去年的新榨根不动 把前年的旧榨根给它翻过来 完了之后在中间种 种完之后 等过一年之后 再把这个去年的旧榨根 再给它翻过来 所以说别说机械话了 就是用马力让翻地 都是比较费劲的 到石头这个位置啊 我们都得拿稿 重新给它跑一跑 续续续 哇于 narc 垫 真的 斯部 exatamente 有果仁 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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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这块地啊 能有一赏地 用这个马铃扔铃铃铃 祈祷他还有一点铃铃铃 铃铃铃铃除了大石头 就是小石头 还有康米剑的二石头 原材料还上涨 哎 老百姓送的地太难了 这大石头地 铃铃铃都铃坏了 还换了一个 看这铃铃坏的 这是麻辣铃铃铃 这个股份那么开大 都已经怪这样了 如果说鸡铃要上来就晃 草头得分心 中文字幕后 天也晴了 我们种完这个地就是这种效果 这边是去年的老榨 唉这块地终于我这